欢迎收听大纪元新闻,请听时政评论 徐克,许家印暗设高层暗战,传备追问三件事 有关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拖着不开的原因 外界相信与处理秦刚、李尚福等高官落马案的难度有关 这些人都是习近平一手提拔的 现在他必须面对党内批评声音 当中包括已对他相当不满的元老们 但习近平抓了许家印,就有了自己的杀手锏 可以还击各路权贵,换取支持他温和处理亲信的方案 恒大创办人许家印去年九月被抓以后 日子确实不会好过,工作人员每天都要防止他自杀 而在外面,有一些心怀鬼胎的人同样不好过 担心被许家印供出来,他们每天都想让许家印快点死去 虽然许家印是民营老板,但他又是党的人 处理许家印的工作组人员,除了警方的 有大量属于中纪委,他们掌握了涉及高官权贵贪腐的证据 但还需要许家印的口供 有爆料指,工作组问到三个问题 许家印总是一言不发 第一个问题,你的保护伞到底是谁 第二个问题,这些年你不断获得巨额贷款 转移巨资,谁给你提供的帮助 第三个问题,利用你的歌舞团拿下哪些重要人物 许家印之前屡屡遇到难题,总能迎刃而解 如果后面没有大佬帮助,几乎是不可能的 许家印也肯定曾经认为,即便捅出天大的篓子 也能有人救他的命 另外,不光恒大自身需要巨额资金 许家印不断把公司资产变成自己的资产 没有重大的银行当家人帮助,也是不可能的 至于许家印的歌舞团,不可小看 这些年,许家印遇到不可解的难题时,总能化险为夷 就与这些弱女子出手搞定幕后大佬扶持和业界持缘有关 许家印被中纪委追问的最后一个问题 可能是案件的总突破口 许家印组建了恒大民族歌舞团 都是美女,许多人质疑 没有演出的时候,他们会干什么呢 有中国自媒体梯报,许家印在恒大深圳总部大楼 还有个神秘的42层,出入都是小姐姐 不是谁都可以上去 据说许夫人丁玉梅有所听闻后 曾特意去过一次42楼,然后是黑着脸出来的 出入私人会所,时常是落马官员其中一条罪名 习近平以此作为处理对他不忠的官员的借口 这种有黄色秘密的私人会所,在官媒报道中 最早的当是赖昌星的厦门红楼 还有中共央行前行长戴向龙的女婿 数字王国实际控制人车锋 也曾在北京巨额投资装修的秘密会所 财新网报道,前江苏省委常委赵少林之子赵靖 在北京所开的豪华会所有多处 以色情服务,供各路权贵循环鬼混 他们一律被录音录像作为要挟证据 原济南市委书记王敏落马 就是因为被从录像中认出来 江苏太星人赵福强在上海杨浦小红楼圈养性奴 小红楼也有不少高官出入 2019年案发,前年案情被翻炒 赵的发迹时间,主要是时任上海市委书记韩正任内 后来被抓捕判刑的只有13名官员 最大的官只不过是杨浦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卢燕 但有消息指,韩正下边还有一大帮马仔牵涉在内 只是被保护下来 有了这些潜力,说许家印的涉皇会所故事影响巨大 也是可信的 许家印的生意后台,巨信是一大群人 包括中共高层多派权贵 如好色的江派曾庆红、曾庆怀兄弟和贾庆林家族 因为恒大在全国开发楼盘 许家印更多的可能是结交下边省不及的官员 但时任全国政协常委的许家印 能够在2021年中共党庆日登上天安门城楼官礼 除了要靠时任全国政协主席汪洋的推荐 至少还要操盘整个党庆活动的时任政治局常委王沪宁的同意 目前,习近平透过掌管中纪委的亲信里希 可能已经查抄了恒大总部神秘的42层的监控录像 就像当年的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和赵乐际 也曾先后为习搅获过类似的高官淫乱录像一样 后来抓人只需按图所记 俗称邦规的中共党纪处分条例最近修订 强调对行贿者的惩罚 习近平1月8日更在中纪委全会亲自发话称 要严肃查处那些老实拉干部下水的行贿人 此话应是一由所指 如此,许家印作为有数十年党龄的中共党员 恒大的党委书记 日后如果被官方通报开除党籍 被扣上搞钱色交易拉拢党内腐败官员政治品行 极为卑劣之类帽子,也并不奇怪 至于习近平透过手上掌握的名单 本来也足够对高官权贵们进行一番震慑 只是,在这帮人中,可能也有习家军在内 故此,三中全会要开,还是个难题 这期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谢谢收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